美国晶片巨播英特尔在印度选址设厂 地点就是南部卡纳塔克省的首富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拥有印度戏骨的称号 是许多跨国企业在亚洲设厂投资的首选之一 连电子代工巨头富士康都在当地布局投资 助力苹果iPhone生产重心从中国转移到印度 但当地与大多数南部省份的选民一样 对莫迪政权表现相当失望 印度南部安德拉省 泰伦加纳省 卡纳塔卡省 克勒拉省 以及台密尔纳都省的人口 大约占印度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经济收入则占百分之三十 是印度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心脏 南印度作为富裕的经济火车头 民情与中央政府所在的北印度截然不同 一方面莫迪政府频频打宗教牌 不对南方人胃口甚至因为可能掀起对立 引发反感 许多南部民众也认为当局对北部 较贫困的省份有着差别待遇 因为南部居民必须付出更加昂贵的税款 此外语言也是一大隔阂 南印度选民始终更喜欢使用 台密尔等本地语言的地方政党 执政党鼓吹的印第语政策 以及民族主义议程当地人并不买单 尽管莫迪连任胜券在握 但南部选民的怨声恐怕成为执政党 想拿下压倒信息次的巨大绊脚石 三立新闻学员报导